现在我们要讲的是2A版物理的第三章 动量与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提到 动量是什么样的物理量 然后同时他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守恒定律 就是动量守恒定律 那这个守恒定律呢 大家一定要把它学好 因为动量守恒定律在物理里面 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守恒定律 然后另外牛顿运动定律的应用 这边应用什么呢 这边我们会把牛顿运动定律拿来算 等速率圆周运动 好所以请同学掌握住这两个主题 好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动量 现在呢老师如果跟各位同学讲说 有一个小朋友呢 这个溜着滑板车 然后用一个速度呢 朝你转过来 好然后另外呢 有一部卡车 他用很快的速度朝你转过来 那你比较怕哪一个呢 好你当然比较怕卡车转过来 对不对 因为卡车如果转到你 这个作用力会很大 好那为了要描述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我们就定一个量呢 叫做动量 那这个动量呢 就是把这个物体的质量N 乘以它的速度V 也就是说呢 动量的定义是P 等于这个物体的质量N 乘以它的速度V 好那注意老师这边加了向量符号 表示动量是一个有方向性的物理量 好那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这一部卡车质量是2000公斤 速度是一秒钟20公尺 向东跑 那我们要计算它的动量的话 怎么计算呢 好很简单 我们把它的质量2000公斤 乘以它的速度 一秒钟20公尺 向东 注意要标明方向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答案是 4乘以10的4次方 KGM除以S 向东 好那这边同学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动量的单位 那很简单 动量的单位当然是质量的单位 乘以速度的单位 所以它的单位呢 在标准单位里面就是KG乘以 M除以S 第二件事情呢 刚刚老师讲说 动量呢 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 它是有方向性的 那么它的方向如何判断呢 非常的简单 动量的方向就跟它的运动速度是同方向的 也就是说 如果速度向东 那么动量就跟着向东 好 那这边老师再简单回忆一下 刚刚所讲的 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理量呢 动量是代表物体运动状态的一个状态量 也就是说 这个物体的瞬间运动状态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就用M乘以V来表示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一个物体的动量呢 越大 那么你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越难在短时间 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动量越大 你越难在短时间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比如说这卡车的动量很大 所以你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它突然停下来 对不对 除非它受到很大的力 比如说这个卡车突然撞墙 然后在0.1秒内 它的动量从4万就变成了0 但是老师讲的是短时间难改变 对不对 那长时间其实还是可以改变 比如说这个卡车呢 撞到稻草堆里面去了 好 它的速度还是会慢慢停下来 只是它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 好 所以了解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物理量之后 我们把动量的定义一定要记熟 好 那第二个呢 老师要讲的就是动量跟我们原来讲的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关系 我们曾经写过牛顿第二运动定律是F等于MA 对不对 那加速度是什么 加速度是单位时间内的速度变化量 好 那如果在运动的过程中 这个物体的M是固定的没有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乘到这个data里面变成这样子 那MV就是P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个物体的受力写成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呢 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 一个物体它所受的力等于单位时间内的动量变化量 或者力等于动量的时变率 就是时间变化率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在10秒内 我的动量变化了200 那么我所受的力呢 所受的力就是20 单位是牛顿 等一下呢 老师会举例子来说明 那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是当初牛顿写第二定律的时候 原来是写F等于dataP除以dataT 并不是写F等于MA 好 那从这个式子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如果这个物体它在很短的时间内 dataT很小 改变了一个很大的dataP 分母小分子大 好那当然这个物体就一定受很大的力 就刚刚讲过了 这台卡车突然撞墙了 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很大的动量改变 那么表示这部卡车一定是受到很大的力 好 那相反的呢 如果我们要减少这个物体的作用力 那有一个方法就是延长它的受力时间 比如说呢 刚刚讲 卡车冲入稻草堆 然后直到停下来 这中间经过的dataT是很长的 当dataT很大 那么你的平均受力F就会减小 那这个概念呢 比如说我们在跳远的时候 跳跳跳跳跳 跳到后来不是要屈膝 然后蹲下来落地吗 为什么要做屈膝的动作 一样也是延长dataT 减少F 还有安全带也是类似的 好 鸡蛋掉到草地 为什么不容易破掉 也是一样 延长它的受力时间 好 那另外同学要记得 有一个比较常问的东西就是 这个物体的受力方向 跟哪些物理量同方向 好 第一个 F等于MA 所以F跟A同方向 往哪里拉就往哪里加速 好 然后呢 加速度要跟速度变化量同方向 那最后呢 这个速度变化量又跟动量变化量同方向 好 这几个圈起来的物理量会同方向 请同学记得 好 那最后呢 老师 举一个有数字的例子呢 来练习F等于dataP 除以dataT 这个数学是 好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质量呢 两公斤的物体 那它原来的出速度呢 是10 然后向东 或者向右 好 跑跑跑呢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假设它还是两公斤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速度呢 增加到了40 那假设呢 这中间经过的时间 dataT呢 是5秒 好 那老师要问你 在这一段过程里面 它所受的平均作用力是多少呢 好 同学当然会写哦 因为F等于什么 MA 然后A又等于dataV除以dataT 对不对 好 所以我只要用以前的F等于MA 我就可以算出它的作用力 好 那它的质量是2公斤 然后时间经过了5秒 然后速度呢 从10变成40 所以dataV是30 好 那我就得到它受力12牛顿 好 那它的受力方向当然是向东 好 因为它是向东越跑越快 好 那另外呢 老师如果不要用F等于MA 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呢 来理解 我们看它原来的质量2公斤速度10 对不对 所以出动量是多少 P等于MV 对不对 好 所以2乘以10就得到20 好 那它的磨动量多少呢 好 我们看它磨动量是质量乘以磨速度 质量是2 速度40 所以磨动量是2乘以40 好 那经过多少时间呢 经过5秒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用这个式子 单位时间内的动量变化量 就是物体所受的力 好 那经过几秒呢 经过5秒 那动量变化了多少呢 动量变化了80减20 好 动量变化了60 KGm除以S 好 那数字得到12 请同学注意一下这边的单位 是不是KG乘以M除以S平方 这个是不是M乘以加速度的单位 所以这个就得到12牛顿 好 所以我们呢 用 不同的方式来理解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那就是这样的做法 好 请同学这个F等于DataP除以DataT 好 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呢 算习惯 那后面就可以做进一步的应用